第36体,将质量相等的甲乙两金属球加热到200度C后,一起放在气温25度C的空旷庭院中,每隔两分钟测一次金属球温度,下表为时间和金属球温度的关系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。 我们可以看得到,从表中看到我们发现,我们的甲在10分钟的时候就达到了热平衡25度,而我们的乙要12分钟才会达到25度,所以我们的甲先达到热平衡,所以选项A是错的。 我们可以看到,同样经过两分钟,甲的温度变化是40度,乙的温度变化是30度,所以表示甲的温度比较容易变化,甲的比热会比较小,所以B选项说,甲的金属球比热大于乙的金属球也是错的,而选项诸说,同样时间,乙球的降低的温度比甲金属球多也是错的。 那么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公式,h等于mSΔT,那如果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,我们的温度变化一样,都是从200度降到25度,那么比热比较大的,他的C放热就会比较多,那么乙的比热大,所以乙的放热就会比甲的多,所以选项C呢是对的,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达热平衡时,以金属球放出的热量比甲金属球多。